人人都想吃得安全 但是原因很复杂 不能够只依靠生产者的良心 完善的把关机制 与落实执行不可或缺 去年爆发食安风暴时 中天调查报告 曾经深入探讨过 陪伴台湾民众走过25年的 GMP微笑标章 为何经不起几波 食安风暴的检验 而今年的10月25号 GMP正式移转给民间的 台湾优良食品发展协会 改由这个新的TQF标章取代 同样是有着笑脸的标章 但组织成员管理与认证方式等内涵 都有些许不同 不能吃的秘密 从去年到今年持续追踪 食安认证议题 除了要带您了解 新旧版本标章的差异何在 也要进一步探讨 为什么改成了TQF 却会被某些人质疑 是换汤不换药 造成的社会的伤害 和大家的不安 那我们协会就代表厂商 向社会大众 向贵朋友致歉 原本该为食安把关 GMP协会中秋佳节 却便道歉大会主角 2014年 GMP挂保证的墙罐 卖黑金油 旗下5个会员厂商 14项认证产品出包 让GMP信用扫地 如今事隔一年 GMP大调重练 变TQF 台湾优良食品发展协会 谢谢 这是这位理事长 怎么跟GMP是同一位 那我们也需要监督 因为拿的标章是拿我们的 对不对 对吧 现任国立海大食品系教授的 孙宝年 从民国65年开始 发表27篇论文 揭发食品安全问题 如今食品业的官方和民间 继续推派他为TQF理事长 致力改革台湾食安 但是 那你知道现在GMP 其实它有变成TQF吗 不知道 不晓得 不知道 不知道 终于有人知道了 却 这个我知道 这个你知道 对 但是 你最主要是政府的把关 要让消费者有信心 你否则这只是 换汤不换药 只是在换标章而已 换汤不换药 问出大家的疑问 究竟GMP变TQF 有什么不同 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重点 就是供应商的评价 这个在以往是比较少 过去GMP有三大缺陷 第一只针对业者成品抽查 第二一个生产线 通过验证就给标章 第三每年预警室抽查一次 而且只靠书面审查 9月26号 它的一个前面的资料 有到这边吗 可以 好 现在TQF认证不只要查产品 还要查上游原料供应商是否合格 而且要全数产品通过验证 才会核发标章 每年还会有两次无预警抽查 不让厂商有准备 但击查人力足够吗 假如大家都很认同说 我们需要以品质先优先的话 那我想说人力部分不会是问题 非预警是击查会比先通知去击核的 那这个效用跟对业者的这样子的困难度会更高 出厂了以后 我们还是会有抽验 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的整个验证是等于说 是一个系统加产品的验证 但是这验证由谁来验 一样是过去GMP的验证单位 食品工业发展研究所 以及中华股类食品工业技术研究所 这难道没有问题吗 这个验证单位还要有第三方验证 第三方认证 也就是说台湾TTAF 就是台湾认证基金会 那由他们来监督这个验证单位 台湾所有的这些工业产品 好比说农业产品制度的去维持 都是靠这个单位 正当有可能是一些基额上面死角 因为这种商业性验证 往往有一些的 好比说一些特别的房间 或者是仓库 不一定会看得见 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问题 TQF的理监市与过去GMP理监市 几乎相同 摊开过去理监市名单 20名成员有16人是业者 多达8成 现在新的理监市出炉 26名成员中 业者渐为13人 到时多了前消机会秘书长 黄玉生 董事基金会及台大教授 以及5家大型通路商 担任理监市 业者比例减少为一半 会让这些不公正的机会变比较小 可是这里面的细节 这些恶魔是藏在相当多里面的 所以说这才会刚刚讲到说 要看未来两三年执行上面 是不是真的很合理很客观 我们也希望在这个整合过后 能够再重新让TQF来做一个 对于食品的安全认证的把关 在台湾25年的GMP微笑标章 将在104年底走入历史 走访卖场更难发现 同样产品最新出厂的包装 已经不见GMP准备迎接TQF 如果说换钱这个标章 你会比较有一些信任吗 会 因为台湾的讲真的你信任吗 它生产出来 它一定想办法赚钱吧 它比如说一块钱去赚100块 它当然杀头的生意有人做 民众还是有疑虑 重点是食品安全要真能落实 换了新面孔的TQF 期盼能帮消费者把关